不得不说,自从Big Bang胜利事件被爆出来后,不少网友竟然养成了每天等待韩国电视台8点档的新闻时间。 在3月19日晚8点,韩电视台再次爆出猛亮。 在MBC8点档新闻中,MBC电视台对Big Bang的TOP崔胜炫进行了独家报道。 根据韩电视台MBC的报道,Big Bang的TOP崔胜炫在伏兵役期间,享有一人特权。 3月19日晚,韩电视台MBC爆出Big Bang另一位成员TOP崔胜炫在伏兵役期间,享有一人特权。 韩MBC表示得到了Top崔胜炫的工作名系。 内容显示他与其他同事相比并价太多。 日期也大多,在休息日前后,总共有19天的并价。 MBC还拿到了与TOP崔胜炫共同服役的其他226名服役人员的服务日期。 TOP崔胜炫竟然是别人四倍的假期。 除了重大疾病和事故等不得已的情况外,崔胜炫的并价使用次数是平均值的四倍。 对此,身为Big Bang的TOP崔胜炫所在的服役的,对此表示否认。 而值得注意的是,而TOP曾在胜利事件后,在小号社交平台上,发文感到丢脸。 而Big Bang队友胜利,也在19日晚,首次公开了个人立场。 我只想说一句就是,我没有过海外赌博、核心交易中介等行为。